白小燕命案至今20年,凶残主嫌陈进兴的两个儿子无法在台湾地族被送出国,现况居然是这样。 若问起七年级生最有印象的社会案件,莫过于是发生于民国86年的白小燕命案了。 当年知名艺人白冰冰年仅17岁的独生女白小燕遭到陈进兴、高天民、林春省等人绑架杀害,由于三个嫌犯都是拥有枪械弹药的高危险分子,作案手法相当残忍,并在超过半年的逃亡期间陆续犯下许多刑案,并数次和警方发生枪战, 让当时的台湾社会可说是笼罩在恐惧当中,也让此案成为台湾司法史上最重大刑案之一。 由于嫌犯三人在犯案时使用的是指导考的行动电话,俗称王八基,在此案后政府担心会有不孝人士有样学样,因此对于行动电话的管制也变得更加严格。 而对于台湾新闻伦理的议题,在此案过后也重新唤起人们的重视,主要就是因为当时媒体为了抢新闻,居然绑架出欺人士尚未安全支持就发布新闻, 而在确认人士受害后,有媒体也直接刊登出受害者遭领虐的照片,甚至有媒体为了抢的第一手画面,不仅跟随家属叫属款而打草惊蛇,并且影响警方办案,还跟犯人变化连线成为罪犯的转声筒,在当时引起民众极度的不满。 白案虽然在当时闹得满城风雨,但对于年轻一辈的民众来说,对于这起案件的印象还是相当模糊,因此日前就有网友在PTT问道, 常听到白案很可怕,但在当时真的影响有那么大吗?引起了不少七年级网友的讨论。 不少曾经历那段回忆的网友都表示真的很可怕,最主要是因为三个犯人逃亡时为了跑路费长会闯入民宅抢劫,甚至强暴妇女后将其伤害。 当时民风淳朴,很多人被性侵是不敢报案的,但警方报案记录至少19起,年纪最大的超过60岁,最小的才13岁,可说相当残忍。 三人的残忍行径式的社会。 人心惶惶,家长也不放心小孩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每到放学时间销门口就会挤买家长接孩子回家,且大家也不敢在外头溜达太久,过了晚上九点路上几乎都没人了。 而住在中南部的网友也表示,当时学校都会张贴犯人的通缉罩,爸妈也会提醒他们回家就赶快回家不要到处乱跑。 虽然犯人杭松在北部,但对中南部的孩子来说,生活也是充满阴影,且当时的新闻无论画面还是内容都没在客气,很多小孩看了新闻后都会直接吓哭。 至今白小燕命案也已过了二十年,随逐嫌犯三人的伏法,整起事件也早已落幕,不过日前也有网友想到,当时最无辜的莫过于就是陈进兴的两个孩子, 因为这起事件两个孩子在同侪之间遭到排挤,且大部分人也觉得,在爸爸的影响下,两个孩子很难在台湾继续立足。 当时在狱中带领陈进兴信教授系的更生团契牧师黄明镇认为孩子是无辜的,所以尽管被附助帮助杀人犯的骂名, 他还是在2003年时安排美籍法兰克夫妻收养陈进兴的两个儿子,并以正经典故重新替他们取名为约书亚·耶利米。 如今这两个孩子也已长大成人,准备迎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黄明镇两个孩子很少谈论爸爸,但过得很好,26岁的大儿子目前在电话公司担任业务员, 今年准备与外国女子完成终身大事,二儿子仍在大学读书,在校参加美式足球队,成绩相当优秀。 对于外界质疑他帮助陈进兴家属,黄明镇曾说,我原本在美国有份好工作,为什么要回来和坏人搅和在一起,从黑头发做到白头发? 因为最黑暗的地方,只要有一点点烛光,就显得辉煌。 记得白暗发生时,小编正在就读国小,当时学校也都提醒我们放学就赶快回家,不要在外面逗留,且在他们逃亡时因为海盗树犯案,所以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一种人人自危的可怕气氛下啊。 光是回想当时的情形,就让小编感觉头皮发麻呢。分享出去,让大家看看这篇文章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